這個方法 不用眼睛看了 所以最好是面對方向 所有的都面對方向 什麼叫做用直觀的方法呢 就是 第一個 身心放鬆 然後 用聽的方法 在聽的時候呢 就不做分別 不分別任何聲音 不分別它的好壞 對與錯 那如果是有第一個念頭 不要有第二個念頭 有第二個念頭以後呢 不要有第三個念頭 練習 這個叫做直觀的方法 不給 聽到的聲音 它是自然來的 也不抓住任何聲音 它自然走 讓它走 重點是在於 要放鬆真心 然後呢 不給明智 不形容 也不比較 它是怎麼樣的聲音 就是怎麼樣的聲音 也沒有特別要抓住 任何一個聲音 任何一個聲響 不抓住任何一點 它來就來 它去就去 這個叫做直觀的方法 中間在於 放鬆真心 越有放鬆 越有不一樣的 一個體驗 是 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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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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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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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